你是否在长时间练习吉他的时候 感觉腰酸脖子痛 在做练习的时候 吉他在你身上晃来晃去 不知所措呢? 我是你们的吉他新手指导员许伟业 这支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 关于吉他弹奏时的姿势 正确的弹奏能够让你比较有效率的练习之外 也能避免身体出现不必要的疼痛 那我们今天会针对 坐着弹奏吉他的姿势 以及站着弹奏吉他时候的姿势 来跟大家分享 准备好就 开始吧! 坐着弹奏吉他时候的预备姿势 1. 将吉他的侧板的凹面 靠在右大腿上 并且将吉他围颈鞋靠在肋骨上 尽量不要将吉他完全的贴在身上 这样会造成弹奏的一些阻碍 2. 右手手肘往下约两指宽的位置 靠置筒身隆起的位置 并且将右边肩膀放松 重量压在筒身上 每个人的身体比例 与使用的吉他大小略有不同 因此必须应应实际状况 适度的调整 3. 让右手手掌能够轻松的 置于响孔前方 记得观察有没有无意识的耸肩 耸肩容易造成肩膀脖子的酸痛 4. 三点放好后 吉他就呈现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时候左手可以轻轻的放在请颈旁边 5. 接着注意琴头不要低于水平面 尽量让两只脚稳定的踩踏在地板上 6. 有些人还会抓不到琴声在身上平衡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右脚踩在吉他踏板 或者找相对应高度的物品来做辅助 那有些人为了提高右脚的高度会选择翘脚 是可以啦 这种随性的感觉才是弹吉他的感觉嘛 只是短时间的话是ok 但如果长时间练习的话 嗯... 你可能会开始去订阅中医啊 复健啊 或者是物理治疗频道 7. 可以瞄指板 但是不要盯着看 在初学吉他的时候 很多人对于左手要按压的地方 都会盯着他 狠狠的盯着他 但长时间会造成身体往前傾 甚至脖子过度往前 这样子累积下来造成的伤害 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哦 所以只要稍微瞄一下就好 8. 不要耸肩 在吉他练习中呢 保持对自己身体姿势的观察 了解一下自己放松肌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如果开始痠痛的话呢 请观察一下自己的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站着弹奏吉他时候的预备姿势 弹吉他一段时间的小伙伴 应该已经开始发觉了一个神秘的现象 那就是呢 坐着弹跟站着弹 怎么好像是两个世界呢 没错 当我们站着弹奏的时候 情景相对会下降很多 这时候我们的左手必须要更往前的弯 那站着弹奏吉他的预备姿势 都有两种 没有吉他背带的时候呢 你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右脚有可以支撑的地方 比如说你可以踩椅子 或者是演唱会踩音箱 踩石头 还是踩自己 走 那有吉他背带的时候 尽量的调高背带的高度 是一个快速掌握站着弹的一个诀窍 虽然有点搓 让情景呢 与自己坐着的时候的高度类似 虽然有点搓 那如果你觉得背的太高不够帅的话呢 你可以试着慢慢的降低背带的高度 让自己的手腕习惯 也可以平常在坐着练习的时候呢 有意识的控制吉他在身上的高度 比如说你可以坐着在弹奏的时候 就已经习惯将背带保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站着 坐着 站着 保安 可以让人打溜打 那这样有个好处啦 就是呢 你可以习惯吉他在肩膀上的重量 以及在这样背带的状况下呢 琴头通常就不太会低于水平面了 那么呢 也不要把吉他呢 背得太低了 这样对于表演 只有你觉得帅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可能就退出音乐圈了 那对于有一天要站上街头演唱 或者站上大舞台表演的朋友们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 我是你们的吉他新手指导员 许伟业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再见 一起玩 打成比赛 打个我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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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誕尤试 打开 再来 打开 打开 打开